父母为叛逆的女儿聘请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不断带女儿外出治疗 不久女儿染上恶习 父母这才知道治疗的真实情况 父母报警 心理咨询师被传唤 那么咨询师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 神秘的治疗师即将不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人们常说 单结心理中为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是形容天下的父母 为了子女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周玉梅既是如此 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 她不但耗费了全部心血 还请了一位高级心理咨询师 只是她的单经节律 不但没有消除女儿的逆反心理 反而发现女儿又增添了不良的习惯 还由此引发了一起犯罪案件 那么她女儿到底是怎么了 这个心理咨询师又做了些什么呢 下面我就讲给您听 周玉梅是一家公司的高管 丈夫在政府机关工作 女儿刚考上初中 可以说这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然而2019年的一天 周玉梅的幸福生活被打破了 那天她正在上班 突然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对方说是一家超市 让周玉梅去一趟 周玉梅感到莫名其妙 问我为什么要去啊 对方说你女儿偷了超市的东西 你过来处理一下 周玉梅听了以后啊 大吃一惊 女儿怎么会去超市偷东西 她急忙给丈夫打了电话 然后自己开车赶往超市 这从女儿上了初中以后啊 周玉梅发现女儿的性格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啊 女儿总是粘着她 什么事啊 都征求她的意见 但是现在女儿不管她说什么 都顶撞 而且经常一个人待在卧室里 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周玉梅和丈夫商量后认为 女儿正处于青春叛逆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儿会慢慢变好 可现如今 女儿竟然去超市偷东西 女儿的情况 远比周玉梅夫妇预想的复杂 那么面对女儿的这种情况 周玉梅夫妻俩会怎么做呢 周玉梅心急火燎的和老公啊 相继赶到了超市 他们看见女儿 呆坐在一个房间里 周围站着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 周玉梅啊 急忙上前搂住女儿 颤抖着问女儿 你怎么了 女儿抬眼看看她 举着手中的一瓶水 满不在乎的说 我买水汪带钱了 这时候啊 超市保安经理就把周玉梅夫妇 叫到了外面介绍说 你们女儿在超市 拿了一瓶水 不付账 出门的时候 被保安发现了 她还进行顶撞 周玉梅夫妇啊 就连声道歉 然后解释说 女儿刚才讲 她是买水汪带钱了 经理啊 听了以后摇摇头 她没付款 就把水拧开喝了 问她她还理直气壮 按照我们超市的规则 是按照偷东西来处理 要惩罚的 周玉梅夫妇啊 再一次的连声道歉 然后周玉梅拿出了一百元 递给了保安经理 问这些钱够不够 保安经理啊 就让手下收了钱 然后对他们夫妻说 你们回去以后啊 要好好教育孩子 这样以后她出去 会闯祸的 周玉梅夫妇听了以后 连连点头 女儿啊 可能学业压力太大了 我们以后 一定会注意的 周玉梅夫妇 把女儿从超市领了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看着女儿啊 沉默寡言 夫妻的心理啊 也是非常的沉重 女儿的叛逆 周玉梅想到了 女儿竟然去偷东西 她没有想到 古人云呢 小时偷真 大时偷银 如果女儿染上了 这样的恶习 那他们夫妻一生的心血 就白费了 所以周玉梅啊 为此时忧心忡忡 当天晚上 在安顿女儿睡觉之后 他们夫妻俩啊 就商量该怎么办 周玉梅还未开口 她就流下了眼泪 老公啊 也板着脸 神色非常难看 他们都觉得 女儿已经不是 单纯的叛逆了 而是心理上 出现了问题 如果带女儿去 精神卫生中心检查的话 她肯定不会去 而且还会给她本人 留下自己是精神病的 心理阴影和创伤 如果不去检查的话 女儿的心理健康状况 到底怎么样 作为家长 他们夫妻啊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而且他们也不可能 请假天天在家陪着女儿 于是周玉梅 就在微信朋友圈中发消息 谎称 朋友的小孩 需要心理辅导 请朋友们推荐 优秀的心理咨询师 价格面译 朋友圈里的朋友们 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啊 纷纷给周玉梅提供信息 其中一个叫张红的微信好友 主动私聊周玉梅 告诉她 自己就是心理咨询师 毕业于国内著名的高校 在哈佛大学进修过 是国内顶尖的心理咨询师 周玉梅啊 看了以后啊 她非常兴奋 她就和丈夫商量 马上约张红明天见面 在约好见面时间以后 周玉梅和丈夫都十分激动 他们认为 叛逆的女儿终于有救了 那么这个心理咨询师张红 真的靠谱吗 她会如何评价 周玉梅女儿的病情 她真的能治好 这个叛逆的女儿吗 第二天下午 周玉梅和张红见了面 其实啊 他们两个人并不熟悉 只是在一次活动中 互相加了微信 但是后来啊 没有进行过联系 大家在微信朋友圈 偶尔点赞而已 张红将自己的毕业证书 海外留学证书 咨询师等图片 都发给了周玉梅 还自豪地说 她家境富裕 有房有车 还有几千万元的存款 周玉梅和她见面以后啊 发现她年龄虽轻 但是谈吐不凡 衣着考究 于是对她十分的倚重 就如实讲了自己女儿的情况 希望张红能够帮帮她 张红听了以后说呀 这种情况的孩子 她以前治疗过 应该没有问题 周玉梅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下班后啊 她就把张红带到家 她对女儿介绍说 这个张阿姨 读的国内外学校 都是你想上的名校 我今天请她来啊 给你介绍一下 那些学校的情况 你们两个人好好聊聊 周玉梅由于怕女儿 有抵触的心理 所以她没有介绍 张红是心理咨询师 周玉梅把空间呢 留给了张红和女儿 自己和丈夫开始准备晚餐 他们夫妻俩热情地 款待了张红 等到晚上吃完饭 女儿回到了自己房间以后 周玉梅就小声问张红 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 张红啊 面色沉重地 对周玉梅和丈夫说 周姐 大哥 我不能瞒你们 女儿的情况比较严重 已经是轻度抑郁症 患者还有轻生的迹象 需要马上进行干预治疗 一直为女儿忧心忡忡的 周玉梅一听啊 顿时她就懵了 除了叛逆偷东西 现在张红又看出 女儿有轻生的迹象 怪不得女儿天天 自己待在屋里不出来 周玉梅啊 就觉得天都要塌了 她流着眼泪问张红 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救救我女儿 张红自信地说 有办法 我可以治疗 只是治疗一次 需要四百元到八百元 周玉梅说 只要你把我女儿的病治好 钱不是问题 丈夫也连声复合说 钱绝对没有问题 张红又对他们说 那我给这个孩子治疗 还有一个条件 她现在的心理比较脆弱 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她患上了抑郁症 同时啊 为了避免影响治疗的效果 我也不能说 如何给她治病 你们也不能问 我是怎么给孩子治的 连孩子你也不能问 得知女儿病情严重 周玉梅决定 让心理咨询师张红 带着女儿外出治疗 每次女儿回来 都对周玉梅说 张姐对她很好 每星期啊 她都盼着和张红出去玩 周玉梅夫妇高兴不移 随后张红提出借钱的祈求 夫妻二人也爽快答应 张红啊 并没有按时防患 周玉梅呢 也不好意思 催她还钱 不久周玉梅接到了 女儿老师的电话 说她的女儿染上了网络游戏 正在进行心理治疗的女儿 为何会染上网瘾 这件事情与心理咨询师张红 有没有关系 神秘的治疗师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爱女心气的周玉梅夫妇啊 完全同意了她的条件 并且应张红的要求 先支付了八千元的治疗费用 要求张红马上开始 对女儿进行心理辅导 从第二天起 张红啊 就开始到周玉梅家 对她女儿进行心理辅导和治疗 她不让周玉梅的女儿叫她阿姨 而是让她叫姐姐 周玉梅就觉得 张红在努力和孩子拉近关系 所以她心里很感动 接下来呢 张红又利用双休日 带女儿外出治疗 随后她将消费记录啊 截图发给了周玉梅 什么博物馆啊 电影院啊 商场 这些地方啊 周玉梅过去 为了让女儿专心学习 基本上不带女儿去的 她想女儿现在去了这些 她一直想去的地方 肯定会很开心 心理上的疾病 痊愈 指日可待 虽然张红不让他们夫妻 过问治疗情况 但是周玉梅憋不住啊 一次啊 她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问女儿 说你跟张姐出去开心吧 谁知道女儿一听就生气的说 我不想再和她出去玩了 周玉梅就感到有些吃惊啊 你们在外面吃喝玩乐 不开心吗 女儿委屈的说 她总是让我一个人 在咖啡馆里等她 谁知道她干什么去了 听了女儿的话 周玉梅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张红在骗自己 周玉梅越想越生气 赶紧和丈夫商量对策 他们认为 女儿是不会说假话的 而张红说不定在耍她们 于是周玉梅夫妇决定 要找张红问个清楚 当周末张红又来带女儿出去时 周玉梅就问她 你们今天做什么 张红说做康复训练 周玉梅就问 这样做有效果吗 接着她就把女儿说的话 告诉了张红 谁知道啊 张红听了以后坦然地笑了 说这是抑郁症孩子 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的正常反应 孩子会觉得每个人 都对她不友好 她就叮嘱周玉梅 你不用担心 随着时间推移 孩子感觉会越来越好 周玉梅听张红这样说 感到也有一定的道理 她也不好意思对张红说更严肃的话 就决定啊 再观察一段时间 果然 此后每次女儿回来 都对周玉梅说 张姐对她很好 跟张姐出去很有意思 每星期啊 她都盼着和张红出去玩 女儿的变化 印证了张红的话 张红就觉得 女儿的治疗有效果 她和丈夫啊 都感到很欣慰 张红确实有水平 不久 张红啊 就先后以她父亲有病 她自己身体不舒服 开始向周玉梅借钱 并且说 一个月以后 发工资的时候 就归还这笔钱 由于女儿的心理辅导有效果啊 周玉梅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就直接把钱借给了张红 可是到了一个月的期限借满 张红啊 并没有按时还款 周玉梅呢 觉得她是女儿的心理咨询师啊 她也不好意思催她还钱 很快周玉梅就发现 女儿又不对劲了 学校的老师打电话 告诉周玉梅 她的女儿竟然逃课 去网吧打游戏 听到老师的这番话 周玉梅十分不解 她对女儿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从不让女儿碰电脑 女儿到底是怎么迷上网络游戏的 晚上回家 周玉梅就问女儿 你为什么逃学去网吧玩游戏 那女儿啊 不以为然的说 老师讲的课没意思 不好听 周玉梅就严肃的说 你是学生 要以学习为主 你以后不能逃学了 女儿结果蛮不在乎的说 张姐说过 网络游戏可以开启人的智慧 周玉梅听了心里一惊啊 张姐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女儿说 她每次带我出去 都让我玩游戏啊 女儿的话呀 顿时让周玉梅警觉了 原来女儿玩游戏的新习惯 这是个不良习惯啊 是张宏教的 自己是请她来做 女儿的心理辅导的 怎么前面的毛病还没有改好 又添了新的毛病呢 周玉梅心里啊 十分生气 她就给张宏打电话 问她为什么让孩子玩游戏 张宏啊 也不以为然 说只有让抑郁症患者 不钻牛角尖 她的病 才能慢慢的痊愈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你女儿好 周玉梅啊 这时候已经不相信张宏了 这样吧 这两天咱们见面谈一谈 你把你以前借的钱 先还给我 张宏听了以后啊 满口答应 很快 张宏就给周玉梅发了一张 银行的短信截图 说钱我已经还给你了 周玉梅第二天到银行一查 银行卡上啊 没有这笔钱 她又仔细看了看 张宏发给她的截图 觉得这个图片呢 比较模糊 不像是原土 似乎是人为之作的 她就急忙给张宏打电话 说我现在在银行 怎么没有查到这笔钱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宏说 钱是不是在银行转账的过程当中 我现在正在忙 回头啊 我再联系你 说完以后 她就挂断了电话 结果周玉梅 一直等到了下班 也没有等到张宏的电话 周玉梅夫妇越发觉得张宏有些可疑 而女儿的话彻底揭开了张宏的真实面目 她再带我出去的时候 就把我送到网吧 让我打游戏 她还对我说过 玩游戏的钱是她花的 周玉梅这才知道自己被张宏骗了 随即报了案 面对警方的讯问 张宏只好如实供述 张宏承认她没有国内名校的文凭 她从网上找了心理咨询师的资质证书的图片 但张宏变成 她研读过多本心理咨询书籍后 才为周玉梅的女儿进行治疗的 所以她的行为并不是诈骗 那么她的辩解能成立吗 神秘的治疗师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晚上回到家以后啊 周玉梅左思右想 觉得不对劲 上网玩游戏是心理辅导吗 她到底是不是顶尖的心理咨询师 周玉梅和丈夫问女儿 你跟张姐出去都干些什么呀 女儿就说 刚开始的时候 她把我带出去就不管我了 让我在咖啡馆里等她 后来她再带我出去的时候 就把我送到网吧 让我打游戏 她去干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她还对我说过 玩游戏的钱是她花的 不用我承担 而且不让我回家告诉你们 周玉梅对女儿说 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她跟你聊过这方面的内容没有啊 女儿就摇了摇头说 她从来没有谈过心理方面的事情 而且她还不让我跟你们说 我们出去干了些什么 听完女儿的描述 周玉梅夫妇啊 彻底明白了 张宏根本没有给孩子进行心理咨询 她实际上就是一个骗子 他们夫妻俩商量之后啊 决定向警方报案 周玉梅夫妇报案后 警方将张宏传唤到案 面对民警的讯问 张宏一开始还想狡辩 但随着警方不断出示的证据 她只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那么张宏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她是如何冒充心理咨询师行骗的 张宏承认她没有国内名校的文凭 也没有去哈佛大学进修过 只是上过三个月的哈佛学院的网课 从来没有在精神康复中心工作过 为了获取周玉梅夫妻的信任 她从网上找了心理咨询师的 资质证书的图片 然后用软件制作了一张 本是一家心理康复中心的工作证 实际上她从来就没有过固定的职业 她只是假装名媛混吃混喝 她发现对方有需求的时候 她就谎称能够给对方帮忙 然后骗钱 她从周玉梅处骗的钱 大部分都自己挥霍了 而且她还伪造消费记录 让周玉梅给她报销 还款的短信截图 也是她用软件伪造的 张宏就辩解说 她虽然没有真正的心理咨询师的资质和工作经验 但是在接受了周玉梅两口委托之后 她买了好几本心理咨询方面的书 在研读之后 她按照上面教的方法 给周玉梅的女儿治疗 所以她的行为虽然有欺骗 但不是诈骗 应当认定为经济纠纷 张宏所做的辩解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案件的法律焦点 如何区分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 我们一起来看看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 你看突出的都是一个骗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务的行为 民事欺诈行为则是指在民事活动当中 一方当事人故意欺骗 使对方陷于错误的认识 从而达到引起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 这两者你看都是在经济活动当中采取了欺骗的手段 而且都是对特定财务的一种非法占有 但是它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为什么一个是民事欺诈 另外一个是刑事犯罪呢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有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民事欺诈行为啊 他这个当事人是在交易当中要获得经济利益 但是他不具备有非法占有公司财务的目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打算不归还 而诈骗罪呢 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务的目的 他骗了以后就不打算归还 所以民事欺诈的当事人呢 他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 而诈骗的当事人呢 只能会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来骗对方 他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行为 假设说他有一点点象征性的行为 那也是虚晃一枪 刑事诈骗是要定罪判刑要坐牢的 而民事欺诈则相对方可以行使撤销权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民事纠纷 所以这样我们就区分开来了啊 民事欺诈是民事纠纷可以撤销这个行为 而刑事诈骗国家要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张宏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呢 通过本案的事实啊 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张宏积极实施了诈骗行为 他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教育工作背景 虚构国内外的名校就读啊 顶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等事实 又使周玉梅聘请他为女儿治疗 其次张宏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务的主观故意 张宏明知自己不是心理咨询师 没有能力履行承诺 他还通过欺骗的手段 假意给周玉梅的女儿治疗 并且编造假话借钱 导致周玉梦啊蒙受了财产损失 他主观上啊 还没有归还钱款的愿望 不断地虚构事实 伪造图片 企图非法占有 他买书学习心理咨询知识 那只是为了拖延他骗局败露的时间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他没有心理咨询资质的这样一个问题 由此可见 张宏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他的辩解依法不能成立 对于诈骗罪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 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终 法院认定张宏诈骗数额4万余元 以诈骗罪判处张宏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张宏为他的无数谎言 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张宏终于为他的行为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本案还有一个疑惑没有解决 那就是周玉梅的女儿 到底有没有精神疾病 带着这个疑惑 警方委托了有关部门 对周玉梅的女儿 进行了精神健康鉴定 可拿到了鉴定结果 周玉梅和丈夫都大吃一惊 女儿根本就没有抑郁症 那么他们的女儿到底是怎么了 女儿的性格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改变呢 心理咨询专家 对周玉梅夫妇解释说 孩子进入青春叛逆期 他渴望独立 不再什么话都和家长说了 他有自己的小秘密 而且在与家长 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他会选择通过语言 或者行为表示反对 这个时候如果家长和孩子 沟通的方式不恰当 很容易造成误解 而且孩子也不大会愿意 认真听家长说话 所以他建议周玉梅夫妇 首先放下家长的架子 试着转换自己的身份 把自己当作是孩子的朋友 而不是强行要求他 做这个做那个 其次啊 要尊重孩子 注意多倾听孩子的意见 遇事啊多和孩子商量 让他觉得被平等对待和尊重 第三点呢 不要对孩子的事啊 追根究底 询问隐私 你要允许孩子 在这个年龄段 有的小秘密 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让他觉得他是自由的 叛逆的心理啊 就会减少 像你这个孩子 在超市不付钱就喝水 他本身就是叛逆的一种表现 不要轻易给他扣上小偷的帽子 只要父母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耐心的与孩子交流成长中的各个问题 告诉他社会的规则 他的一些不良行为 肯定都不会再犯 周玉梅夫妇听了以后啊 觉得这一趟是获益匪浅 张宏被判刑以后 周玉梅就反思 自己为何在以前对张宏如此信任 他和丈夫总结下来 首先就是因为关心女儿 而忽视了女儿独立人格的培养 其次是张宏编造的 所谓优秀的简历和撒谎诚性 让他们夫妇上当受骗 他觉得这个教训呢 需要反思一辈子 周玉梅夫妇啊 按照心理学家的指导 与女儿平等相待 倾听他的心声 引导他健康成长 使女儿的网瘾阶段 性格也越来越活泼 周玉梅全家也越来越和谐 观众朋友 周玉梅夫妻对女儿的关心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典型 但是他们过于焦虑的心理 被骗子利用了 从而导致财产的损失 和心灵上的创伤 女儿成长过程中的叛逆 是成人过程中的一个阵痛 父母啊 不必如临大敌 父母对子女的关心 要把握好度 要采取正确的方式 和孩子交朋友 相信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他们自己 也会逐渐找到自我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六岁男孩与同学 竟打赏主播供九万元 家长起诉直播平台 要求还钱 另一起案件中 儿子花十万元充值游戏币 母亲想要回钱 却未能如愿 同样是未成年人 实施不当的网络行为 为什么结局却大不相同 谁为熊孩子的行为买单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